朱元璋去世前连喊三遍朱棣来讽,到底有何玄机?而朱棣为何不进城? 读历史,您是李,大家好,欢迎订阅本宫八历史 1368年初,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国号大明,是明朝的开国皇帝 朱元璋收回幽云十六周,铲除贪官污吏,再为几十年秦于正世,优微积心,日秦不殆 其实也算是一个明君了,这点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 只是作为一个不依天子,多疑的他,老是担心战功赫赫的功臣会抢夺自己子孙的皇帝宝座 于是杀了很多功臣,只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四子朱棣会发起静难之意 让自己选定的朱允文在大火中失踪了,据说朱元璋去世前还连喊三遍朱棣来讽,边上没人应答 而朱元璋就在南京城却不进来,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了? 插个题外话,关注小编,后期会分享更多相关内容 欢迎订阅 好了,言归正传 说法来自明太宗实录,摘录如下 三十一年任五月,太祖不遇,遣中公罩上,已至淮安,太孙与其太等谋诈 令人积赤福令上归国,及太祖太监,问左右,燕王来位 凡三问,无敢对者 首先,这个燕王朱棣勇武善战,是很有能力的 只是很可惜的是他不是马皇后的儿子 而是高丽朔菲的儿子,很多也使说他来历不明 这说法应该是杜撰的,要真不是朱元璋的儿子,就不会封他为的 不过在朱元璋的心里,和他患难与共的是马皇后 马皇后和他们的嫡长子朱镖才是他的一家人 朱元璋无比喜欢和信任他们 朱元璋很早就立了宽厚仁慈的朱镖为太子 但是朱镖命薄,在一千三百九十二年因风寒去世了 还走在了朱元璋的前面 朱元璋爱屋及乌,立了朱镖的儿子朱允文为皇太孙 但是他性格人柔,朱元璋又觉得他掌控不了江山 于是把蓝玉,胡维雍等人又杀了 觉得没人会很抢朱允文的皇位了 一千三百九十八年,七十一岁的朱元璋去世 他在病重之际曾留下一诏 遗诏中有一句话比较有意思 即朱王邻国中,无至经师,朱不在令终者,推此令从事 这遗诏一出来,其结果就是王,朱蒂,自北平入奔丧,闻赵乃止 朱元璋留下一诏不让他的那些儿子离开藩得进京奔丧 而燕王朱蒂本来已经在进京的路上了 听到这个遗诏后,就赶紧回了封地 朱元璋临终之际,就追问 燕王来位,他接连问了三次 服侍在身边的人都低下了头部说话 朱元璋一看就知道朱蒂并没有进京 朱元璋带着遗憾闭上了眼睛 明史和明太宗实录 关于朱元璋临终前对待朱蒂的态度似乎是矛盾的 那么,究竟是哪种说法才是对的呢? 这恐怕要就当时的局势来结合这两个史料来看 朱元璋登基之后 嫡长子朱镖被立为太子 而别的儿子都被封了出去 要么在边疆,要么在府里 拱位着大明江山 这本来是极好的一件事 但是任何事的走向都是不可能被完全预料到的 朱元璋是完全能够镇住这些儿子的 实际上太子朱镖也能镇住这些弟弟们 但是朱镖的儿子朱允文 则没有这个能力镇住这些叔叔们 这个事实 不管是朱元璋 朱允文还是他的那些叔叔们 心里都跟明镜似的 既然立了朱允文为太子 朱元璋就是希望朱允文能够顺顺利利登基 并安安稳稳做皇帝的 所以朱元璋在去世之前 必然会为朱允文的顺利登基做一些安排 比如借着病重的机会让藩王回京 很多人可能会说 如果他们进京不是会出乱子吗 乱子肯定是会有的 但那种乱对朱允文是有利的 封地才是这些藩王的地盘 在封地 他们的实力必然在朱允文之上 尤其是像朱地一样镇守边疆的藩王 常年和北边的势力打仗 某种意义上来说 已经是拥兵自重了 但当藩王离开自己的封地到了京城 那就是到了朱允文的地盘上 自然是朱允文说了算 朱元璋想借着自己病重的机会 让这些藩王回到长安 然后敲打他们 如果他们乖乖辅佐朱允文登基 并交出部分权利 那自然是朱元璋乐意见到的 如果他们不肯 那就软禁在京城 这样才能保证大明江山不会出现动乱 所以朱元璋应该是真的下令让藩王回京了 至于下令让哪些回去 是全部还是个别 我们不得而知 但肯定的是 朱地是在朱元璋的回京名单上的 朱元璋病重的时候 他的所有儿子中势力最大的就是朱地 不管朱地有没有那个心思 他都是朱允文的心腹大患 接下来做一下大胆的猜想 如果朱元璋真的在临终前 有打算将皇位传为朱地的想法 而朱地本人当时真的到了南京 那么到底是谁拦住了他呢 朱元璋临终前身边留有的是皇太孙和重大臣们 自己呼唤朱地 大臣们都忌惮朱允文这个未来新军 无一人敢回应 而朱允文也怕他四叔回来 抢位置 于是派人将朱地拦在南京城门外 假如这一切都是成立的 说明此时的朱地已经在南京城外了 父亲死后 他至少应该进城奔丧 南京是朱允文的地盘 还惧怕他造反不成 明史 惠帝记 记载 公敏惠皇帝惠允文 大祖孙 义文太子弟 此也 三十一年润五月太祖崩 新卯籍皇帝位 大赦天下 以明年为建文元年 逝日 藏高皇帝宜孝陵 照行三年丧 国雀 记载 燕王入邻 将至淮安 朱地对此事很是愤怒 他父亲死了仅仅七天就匆匆下葬了 他要找朱允文讨说法 这说明朱地当时根本就没有在南京 显然朱元璋临终前的遗言也存在不可信的地方 而关于朱元璋临终连喊三遍朱地来否这一说法出现在明太宗实录中 这书是朱高赤继位后 对朱地在位时期的为政举措登记在案的一部当代史书 这是赤裸裸的为父亲证明啊 其可信度值得商榷 他编撰朱元璋死前喊朱地的名字 意思是想说朱元璋想改立他父亲为皇帝 但是病重了 群臣基于新皇不敢答应 这样一边 之后的造反也就有点名正言顺了 朱允文登基后开始消翻 但是他还是太过仁义 做错了一件事 那就是把朱地在南京城的几个孩子都放了回去 让野心勃勃的朱地彻底没了后顾之忧 1399年 燕王朱地在北京起兵 随后挥师南下 攻城掠地 身经百战的他不断歼灭剑文帝的南军主力 于1402年攻入南京 朱地用他娴熟的军事才能以少胜多 用四年的时间于1402年攻破南京 取代侄子建文帝做了皇帝 建文帝朱允文在一场大火中消失 同年朱地即位 视为明成祖 为14年的静南之意 以朱地的成功告终 朱元璋顶着骂名搞大清洗给未来的小皇帝铺路 死后传位给了皇太孙朱允文 没想到几年之后被自己的儿子给拱下去了 却是白费了一片苦心 我们回过头看 坐在权力中心的建文帝 削帆的战略并没有错 事实上 朱地即位后也继续将削帆大计进行下去了 作为皇帝 要想偌大的中华大帝成为铁板一块 是需要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 我们历史上很多纷争 其实就是中央政府和地方势力的权力之争 欧洲大陆为什么这么多国家 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形成统一的政府 没有一个权威的政府 苏格兰都天天想着退出英国 所以静男之义本质上就是朱允文的中央政府 斗不过朱地的地方势力 从而地方势力尚未成为中央政府的故事 幸运的是 朱地算得上是一代明军 统治期间 经济繁荣 国力强盛 开创了永乐盛世 也是在他的治下 有了正和下西洋 威名远播 而落败一方的朱允文 在那场大火中消失 却向成为千古之谜 令人感叹 所谓的朱元璋临终前喊朱棣的名字 应该就是瞎编的 河边朱棣的生母是马皇后一样 都是给朱棣脸上贴光 让他的皇位显得正统点 如果你也喜欢历史 觉得内容对你有所帮助 记得顺手点个订阅 你小小的订阅 永远是我持续写作的动力 我会不会让他应该是帮助 我会让他一路上最后的